台南市議會上午進行總質詢 國民黨以及議員要質詢登革熱議題 開會前還在賴清德市長的桌子前 貼海報諷刺 讓賴清德氣得離席 沒有想到也引發國民兩黨議員 在議事廳內開罵 讓議會總質詢就好像是一出鬧劇 李全教走進議場賴清德後腳踩到 但看到桌子被貼了好幾張大字報 也讓他氣得抗議 話的說完賴清德立刻掉頭離開 隨後質詢的議員穿著蚊子裝登場 要質詢登革的問題 卻跟在場的民進黨議員發聲口角 議場我可以進來好不好 不能進來 那你進來請你也做一下 你也是站著 不要一直想 單索人舉行的時間 議場內吵不停 主席想要維護秩序 但藍綠議員卻越吵越兇 還有人撕掉大字報引發了另一波口角 你幹嘛這麼自我的東西啊 你憑什麼啊 小姐 你幹嘛進來啊 議場 議場 主席我請你 就是理解他這種霸道的機會 最後市長賴清德在旁人勸說下 才回到議場備詢 但沒想到總質詢結束後 綠營議員還衝上主席台抗議 民進黨議員認為議長放任國民黨議員在議場內亂來 氣得找主席理論 而市長賴清德也立刻趁亂離開 不過這口角也讓台南市議會 早上的總質詢 儼然成了一群鬧劇 繼續看BSEG小組彈的報導